繼續回到我們問答的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打電話來問我們 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高級分析員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Json 你好 繼續歡迎家庭觀眾可以打電話來 聽聽王小姐的電話 早安 你好 你好 我想問馬鋼是什麼位置可以買呢 還有買馬鋼還是建行呢 始終兩隻都不同類別 不如說了一隻323 馬鋼現價做2.39 暫時跌7仙 兩隻都應該未有貨 聽他這樣說 如果二選一又選哪隻好呢 如果二選一的話 如果以一個進取的心態 我會選323馬鋼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未來的日子 特別是去到明年的上半年 我相信中央方面 都會加大一些基建項目的開工率 又或者加大一些資源 在那個基建項目上面 用來抵消內地的出口放緩的風險 如果你說當鐵路項目要重新上馬 或者其他基建工程 是有機會要大規模落實的話 對於鋼鐵的需求來講 都會有個很大的幫助 另外在國內方面 之前都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鋼鐵的產能 是有個過剩的情況 但這個過剩的問題 最近這一年都開始清理著 而根據之前十二五規劃裡面 的一個綱領裡面都說到 就說來近中央方面 都將會將一些比較落後的產能 一些耗能方面 比較高的鋼鐵廠 都是要關閉 所以剩下下來的那些 相信能夠搶佔更大的市場佔有率 這方面對於鋼價 來近的加價空間方面 都會有個幫助在這裡 另外也都見得到 本身的股價方面 昨天跟著大市都升了十幾個百分比 都出了一支大陽足升穿十天二天線 昨天的上升之後 都是完全抵消了前天的大跌 惡劣的走勢 其實你看回前天的下跌 看上去的成交好像比較大跌 但是歸因的原因 都只不過是因為MSCI的指數 是轉馬 是說要踢出這隻股份 才導致這麼大的沽盤湧現 否則那天我相信 就未必會出現這個急跌 所以如果你說撇除這個因素的話 我相信整體的走勢 都算是幾兩例下 今天你見得到股價 都是做一個調整的 但是整體的調整幅度 都只是去昨天這支大陽足的一半左右 都算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調整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我覺得現價這些位置 可以嘗試去到買入的 暫時看回目標價 就可以看回大概2.7至2.8 距離現價大概都有1成左右的上升空間 下面如果你說跌穿二天線 跌穿2.3這些位置的話 就可以先做止洩 這就是一個短炒的部署 黃小姐有其他問題嗎 另外講一下939 好啊 都建議如果這個時候 都想買入這隻939的話 都給回止賺止撤位 如果你說939的話 固然是一個比較穩陣的選擇 整個升幅和跌幅都不會這麼大 所以如果你說希望風險管理 是容易一些的 或者整體的波動性是低一些的話 這隻就相對來說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選擇 但是你看回 建行本身的股價走勢 就不會特別達出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入去的話 另外上網空間暫時都是看6元左右 距離現價還有大概8%左右 即是上升空間 下面二天線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 我講的是5.4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接下來重新跌穿5.4的話 都要小心一點 那個走勢是有機會轉弱 好,謝謝Jason 是黃小姐 謝謝 好,謝謝你電話 接著來看內地股市收市的表現 看到三大指數 今天來講都明顯有些回徒 跌幅都介乎是1%左右 看看上升指數是跌26點收市 去到2360點 而護深300就跌26點收市 去到2557點 深淨城市方面就跌109點 收穫在9808點 不如問一下Jason的意見 內地股市方面 之前吹放水的風聲 亦吹得這麼行 終於真的有個舉動出來了 但消息又好像消化了 究竟是否又會下視到2300點 這個心理關口呢 照計短期之內 那個防水憧憬 都或多或少 都可以幫到的事 是有個支持在這裏 但當然 你說今次這個 調低回全進率的手段 接下來都是有機會會維持 但是整體那個放水的行動 整個規模來說 就不要寄望得是非常之大的 如果你說和09年的時候 來比較 我相信今時今日 中央方面是沒有這個條件 去做一個四萬億的舊市方案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接下來貨幣政策 就算要放寬都好 都可能都是慢慢地放 或者都是以一個穩健的態度去放的 實際上你說要去大規模放鬆 或者減息的話 我相信機會就不是太大 還有如果你說 就是留意它那個 就是PMI的指數方面 今次那個數值 都是比較令人失望一點 都是跌穿50這個水平 如果你說留意 那個是出口新訂單的指數 又或者內部的新訂單指數 同樣都是錄得一個非常大的跌幅 可以預期了 未來的1至3個月方面 內地的製造業 都可能會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困難 這方面 或多或少 都會對A股來說 會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好的 謝謝Jason 接下來的時間 都要和你談談 其實歐債方面 其實各國央行 放水舉動之後 很多的報導 都說到去解救歐債的問題 其實都不是對證下藥的方法 不過都有短期的衝擊 看到最新的法國和西班牙的拍債都不錯 另外他們的債的知識率也回落了 不如問問Jason 究竟歐債各方面進展又如何呢 沒錯 如果單看昨晚的西班牙和法國的拍債結果 都比起上個星期來說很明顯是有改善的 無論是法國拍的十年期 西班牙那類的長期國債方面 應購反應都算是不錯 以及整體的知識率方面 見到西班牙五年期的知識率 都開始是回落了5.3厘左右 也都見到意大利方面 十年期債息也都是落到7厘以下的 短期裡面對於市場的信心是有提震的作用 但實際上看經濟環境似乎都不是太理想 這方面仍是需要觀察 好 不如說回歐洲11月的PMI數據 其實看到歐元區和各國的PMI數據 都是在50分界線的下 例如歐元區10月的數字是47.1 而11月的數字是46.4 我都看到這些數字都不是太好 代表製造業方面開始萎縮 其實在數據上都是反映到事實 是的 如果再仔細看回歐元區的老大哥 德國方面 這次的跌幅都是比較明顯 PMI都去到47點多這些 比較偏低的位置 另外如果說比較大的歐洲國意大利 更加跌到只有44左右 也是一個非常低的數字 所以可以預期下一年方面 歐洲經濟一定不會好得去哪裏 就算你說接下來有些舊市的方案 都可能只是一個叫短期的衝擊 或者看歐洲六大央行聯手舊市的措施 都只是為市場提供一個緊急的流動性 但實際上能不能夠幫到意大利西班牙還債呢 或者能不能夠幫到他們在一個這麼高企的赤字上面 可以有所減少 如果你說這些問題不能夠有一個根本性的方法去對應的話 我相信下一年歐洲的經濟都未必說會好得去哪裏 所以這方面我相信對於歐洲的股市 或者環球股市來說 即是這一陣的反彈過後 接下來還會面對一些挑戰 好,謝謝Jason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職場教肆有問必答的環節 迎迎歡迎家庭觀眾 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我們電話熱線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繼續傳email給我們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答環節 不要下去了